大英雄武松的事家喻户晓了,我一直以为武松故事的发明者是那个白胡子说书艺人,很久之后我才知道,其实不是,最早传播武松故事的是那个叫施奈安的才子,施奈安乃扬州府兴化县人士,他的墓至今静卧在兴化县大营乡施加桥村。 我说这些可不是废话,我的老家就在大营乡施加桥村,我在家乡的打鼓场上听说书人演绎武松,那时候施奈安就安息在打鼓场边,他的墓离书场只有几十步。 从空间上说,书场与墓地近在咫尺,但距离不能说明任何问题,事实上,我们不知道墓地里埋的是谁,我们只关心现实。 施奈安躺在墓里,他可听不见几百年之后的扬州口音。 施奈安的墓很大,看上去像一座小丘,我们时常聚集在墓顶上做打虎游戏,失试坟墓成了我们的景阳缸。 我们的游戏很简单,说穿了就是相扑擂台,两个好汉站在墓的顶部,把对手往下推,输掉一个再上一个,最后的胜者就是当日武松。 相对来说,臭虫的迎面大些,臭虫有一身好力气,臭虫成了我们的常任武松,他和他的铁匠父亲一样,口臭脚臭放屁臭,他们一家人一年到头都臭气哄哄,但是他有一身好力气,他只能是武松,规则就是这样的。 这一天秋高气爽,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很开心,真的像过节那样。 武松昨天晚上往景阳缸去了,今天晚上他要同大虫摆阵死打的,我们都很开心。 白胡子老头打虎这一段说得绝好,他就靠一张嘴能把武松和大虫弄得历历在墓。 你可要听好了,是历历在墓,和看在眼里一样,逼真鲜活。 这天黄昏,我们一起到景阳缸,我们怎么也没有料到,今天的武松打虎会打成这样。 鼻涕虎过来时,臭虫正站在墓顶,臭虫今天又赢了,举之两只胳膊朝我们挥舞。 鼻涕虎是施加阿三的儿,一年四季鼻孔底下挂着两根黄鼻涕,我们从来不和他玩的,赢了也是一手脏。 但鼻涕虎今天自己找上门来了,他放了两条猪,鼻涕虎扔下手里的杆猪棍,物资往施奈庵的墓顶上去。 臭虫看到了鼻涕虎的目光,鼻涕虎虎虎视眈眈,臭虎对突发事件显然缺乏镇定,大声说,你来干什么,下去。 鼻涕虎什么也没说,大叫一声扑上去,一下子就将臭虎掀下去了。 鼻涕虎站在施奈庵的坟头,醒了一把鼻涕,然后插着腰弄出一副武松样。 我们不愿意看到鼻涕虎当武松,他的一脸鼻涕哪一点像? 我们一起沉默,很严重地关注臭虫。 这样的关注是臭虫没有退路,臭虫只能冲上去,他冲得太猛,收不住脚,自己把自己摔到坟墓的另一面去了。 臭虫的脑袋撞在了墓碑上,墓碑上有九个字,大文学家师奈安之墓。 臭虫的额头涌出鲜血了,他的血同样有一股臭气。 臭虫捂着头站起身,他一定会像个好汉那样再冲上去的,他至少会说,你等着。 当然,臭虫可能什么都不说,一声不响地离开,那就更厉害了,鼻涕虎待在家里一定会后怕的,但臭虫的举动一点都不像英雄。 他竟哭了,拖着哭腔说,鼻涕虎,你妈妈和队长睡觉。 这个黄昏全臭掉了,秋高气爽,却臭气哄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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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